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說的是 精煉和隔壁所裡面的東西 如果大家想購買一些... 可能想製作一些道具 或者裝備去購買 盡量有精煉會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大部分人只會製作裝備 放在隔壁所 基本上已經是二、三百件 那你的戰貨品又怎會賣出呢 如果你精煉了 其實市面上交易所不會特別多 所以會比較容易賣出 因為別人看見的只剩下的幾件 跟幾百件相差很遠 留意一下 精煉也有上限 如果大家賣裝備的話 盡量選一些比較容易便宜精煉 但是交易所相對的精煉也會比較便宜 好 那我們先精煉到加4 這件加4吧 究竟加4之後會怎樣呢 其實是會爆 如果加4之後呢 如果加4之後 想加5的時候 會有機會爆 爆了就很麻煩了 那就要用安全精煉了 安全精煉也需要有一件補底的 補底的裝備 即是你本身的裝備 而用的精煉也是比較多的 例如鋁 也會用多一點的 錢也是比較多的 這件事是重要的 因為當你爆炸了時是極度麻煩的 大家寧願保底 用安全精煉好一點吧 但是安全精煉相當麻煩 但是寧願保底的裝備更好 好 認真也要把交易所交易所交易所 那我那件可以脫下來吧 看看交易所那裡 好 交易所也能賣到39萬 如果沒有加過的話 價錢會怎樣呢 基本上低到媽媽都不認得 相差了20萬 但當然我剛才用的金錢也差不多20萬 4.8元 然後...大概都是20萬 但是出貨的效率是高很多的 例如我現在也扔了我的加士上去 但你問是否會賺得更多錢呢 其實是未必的 但有時候你把交易所放得太久也不好 我相信大家都想套現 今天精煉與交易所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啦 謹記啦 不要剩爆現狀啦 因為很麻煩啦 今天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影片 喜歡記得按LIKE 或者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 按LI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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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LIKE